顺治青年 亲王朝中大权紧握的摄政王多尔滚 不慎在打猎途中受伤 一个月后就因伤势过重而撒手人缓 为了表示自己对多尔滚的尊敬 顺治帝穿上丧服 亲自率领朝中大臣 请走无礼多地去接回多尔滚的遗体 料理完丧事后 顺治帝又思索再三 决定将多尔滚追封为清承宗 完全按照帝王的规格来对待他 生前是臣子 此后却被追封为了帝王 这样的势力实乃更不罕见 而纵观多尔滚的一生 他也确实扳得起这个待遇 即使后来顺治帝对他的待遇发生了反转 但还是难以掩盖他的光芒 直到乾隆43年的时候 乾隆帝执意要推翻自己曾祖父顺治帝的定位 封开为多尔滚恢复名誉 并将他追尸为中 以此来表彰他曾经对清王朝做出的巨大贡献 作为摩尔哈赤第十四个儿子的多尔滚 从17岁开始便跟着哥哥黄太极男争北战 和内心血气方刚的莽装少年不同 多尔滚打仗的时候 不但猛而血稳 几乎没有打过什么败赏 后来年仅24岁的多尔滚就被封为朔尔滚 名列六王中的第三位 可谓是年少有为 到了冲队八年 黄太极突然驾崩 由于他生前并没有立下黄太子 因此朝野上下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有心想要当皇帝的人都在暗中招揽人心 而那些守卫军权的将军们也纷纷开始站起了队伍 看到黄太极的长子豪格对皇位跃跃愈誓 朔渣和阿达里两人极力却多尔滚自立为皇帝 为了振夺皇权 多尔滚和豪格都没有丝毫的退让 随着金王朝高层大臣和众多皇族的人卷入 朝堂的火药味愈发的能烈了 两人都久经沙场 一旦弹崩 那么很可能会发生火拼 到了最后 有的大臣甚至带着兵器进入宫殿 其意不言自明 那就是谈不懂就开打 多尔滚和豪格建局是发展到这个地步 心中也是暗暗叫鼓 两人手中都掌握着大量的军队 开战之后只能是两败俱伤 但是两方势力剑拔弩张 多尔滚和豪格已是起火难下 如果现在宣布退出 那么根本无法给自己的部下交代 最终经过十多天的商议 多尔滚豪格和大臣们之间达成了统一意见 那就是优历黄太极的九儿子弗林继位 然后让正亲王纪尔哈朗和多尔滚射手 在一边辅佐年幼的皇帝 这样一来就让黄太极的皇子登基 又使豪格和多尔滚保持了相对的平衡 这些中对于孝中太后 是否下架多尔滚作为弗林继位一事 使学界尚有很大的争议 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论 可以说豪格和多尔滚最终各让一步 的确是避免了大清的分裂局面 当然多尔滚之所以在这次权力的角逐中退让 除了赤帕林几内部洞伦外 孝中太后从中周旋等原因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多尔滚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子 多尔滚一生妻妾成群 有明确记载的妻妾就有十个 但是她只有一个女儿爱心觉罗东俄 传说其母为朝鲜宗室李氏婿之女 但与始无据 更为糟糕的是 她在一次同明军的作战中受了重伤 落下了终身不能生命的毛病 史书提及此事实为了避讳 总是语言不详 只说多尔滚在此战中受了重伤 而她那个长上明珠仅有的女儿 正是在这次战斗之前出生的 可能在多尔滚看来 自己绝后已经是一个悲哀的事实了 那么即使自己拼尽全力灭掉了豪格 夺得了皇位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在反复的权衡之下 她还是决定退让一步 以此来保证清朝内部的团结 当然虽然说多尔滚没有亲生儿子 养子还是有一个的 他就是爱心觉罗多尔国 满清远至宗氏 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孙 玉通勤王多义第五子 《史料记载》 到多尔滚死后 被冰尸之后 顺治就将东俄格格和多尔滚祭子 夏旨交于姓郡王多尼府中看管 而这次也是历史上 对东俄格格唯一的记载 在这之后 东俄格格就像是消失在了历史中一般 一点波澜也都没有了